字幕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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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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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日 哇 哼 正直 既然是愚人節啊 那我又講下香港 是啊 香港是那些 Fisherman 又趁着余人节出这集 遥有意义啊 就是报纸呢 特稿这些呢 都需要找回差不多外快 所以人家要求他公稿的时候 怎么都会公稿的 今天没错 又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BNO 是得一两单这些呢 都不是一两单 它夹夹一起就很多的了 文汇大纲 人民日报 就是你以为有一些是 自由讲话的报章哪里有啊 你见到的 就是这个陶杰是吧 没有的哦 他说香港只要放宽的时候 之前他就会回去 刚刚在英国settle down 就是这么说的了 今时今日 就算香港放宽 我猜猜吧 不要说铁口直断 他又怎么会回去才行呢 而当日很多 跟大家讲 就是去英国这些决定啊 很矛盾啊 要想过啊 量定啊 你要自己是计较过那个 计算啊 各样那些 那没办法的哦 有国安大法底下 我们这些都要好兜兜转转说啊 是不是 就是说 不喜欢就扯了 不是这个是龙潭为朱女士说的嘛 谭耀宗说的嘛 但是到后期 即是臉 啊 就卸到 脱脱皮的时候啊 简称卸辣面 你发觉 哎 你又是这么说 他又是这么说 那但是呢 就是例如东方日报 说的那些没有事的哦 你说的那些呢 他又双重标准的 这样 找国安大法去试候一下你的哦 那怎么办啊 是不是 我还是那句啦 就话说 利用一下他的 algorithm 希望不要 就是YouTube不喜欢啊 因为 写着 当你有BNO啊 疑婴啊 后悔啊 这些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呢 哎 好像他又会批的哦 好有趣啊 所以我就说 收人钱 是要办事的嘛 那他啊 主要的目的就是 推过流量的而已 那所以 没有的 去其他那些 那那些 暢行了这些 只要有那只字就可以 他要有这些通关密码 就是例如 左反复 右清明 然后困起了反清复明 四个大字 跟着才可以拆到流量的时候啊 就是那些变色的标记 那当然就避不了别人 也都使用这些这样的通关密码的啦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儿 好 最搞笑的就是呢 有几个我都认识的 就是有看过啦 不要说认识啦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那些 话说什么移民英国后悔六大原因你要知 三个香港人移民英国实况的后悔个案分析 那我看一下有什么这么厉害的啦 哎 一看之下 不得了 其中有个是coco哥 他当然没看coco哥的 我不知道啦 他专简说的哦 我不是指coco哥 我是指报章啊 这么神奇的 别人说很多好的东西啊 他又不报的哦 已经是九对一的了哦 其他有一个叫solo啊 有个差不多岁数啊的中学生呢 就无故这样说 说滋扰他那样 那我不知道啦 我没遇过这种情况 他也没说那个地方 那另外有一次就说到说 看电影的时候呢 戏院职员 只要他去出示这个会员证 而其他客人就没有被要求出示这个证件 那很简单而已 他新来的嘛 啊不过这个就真的不是几好啦 啊 话说他有次呢 就带了合同的意粉上巴士 那但是那个司机就说这些是中国食物啊 所以就 我想他是不懂英文啦 啊因为他说中国食物 就是那个司机同他表示 好丑 那然后呢啊 就叫他不要在旁边进食意粉 那啊令到他紧紧于怀的说 为什么说他可能不是很会说英文各样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猜的而已 因为我都没看这个没看啊 Coco哥就说有看下 那个司机呢 表明就不想他带食物上车合理 说那些意粉是中国食物呢 我就真的拗了头 什么中国是吃意粉的呢 至于叫他不要在旁边去进食意粉 喂这个好合理啊 那个司机都会这么说的啦 就不在乎他是什么食物 而他说那个盒是一盒冻的意粉 那视乎他是说那些冻的食物啦 啊还是外卖餐馆做了出来的那些意粉啦 那如果是打包的 那司机这么说的时候呢 就是他不想弄脏的车而已 这么简单 至于会不会说到说中国的食物很丑呢 我觉得不会啦 说带食物上车 no good no good 那我就觉得会啊 那但是这个呢 没办法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之余 啊又有点无奈的 就是话说这位solo 有一次在街上就见到一只狗仔 啊想摸一下他那样啦 你无情八事干啥 啊摸别人的狗仔而已 你至少啊 都要跟别人打声招呼 聊聊天先 跟着他就说到狗仔的主人呢 就跟他说 不要拿你吃啦 这个有点差啊 啊真的有点差 但是你知道啦 英国人的嘛 非常之当儿子那样的啦 那些寵物 那更何况 你香港有前科哦 啊一些就pepper pig 一些就hamster 那别人担心 都很合理 所以我觉得都是在情在理的哦 就不是他特别有道理的这件事 那事先再带多次头盔先 我是没看过 好了 另一位是coco哥哦 又不知为什么他都会上榜的 那他我有时都会看啊 是没可能的哦 就是他一向都拍些反讽的啦 就只不过那些人觉得他炒炒滴滴 不是很喜欢 那我就撩吵的 他炒炒滴滴 不要炒我那份就可以了 我不是很喜欢炒炒卖卖那些人啊 就是不是说偏才啦 我觉得正才是重要 就这么简单 好了 话说 我们又来 看一看 到底他选了些什么来写啊 我是指个报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就是经常有很多家头世贸各样呢 要处理 例如超级市场太大了 要寄属超级市场的摆位 又例如那些货品品牌 要记得什么好吃 什么不好吃 什么香港不用的吗 不过不要挑战Coco哥 是那个人 就是写稿那个自己去摸下的 至于说到没有外容这件事 不能说 真是什么都要下手下脚做 真是呀 所以你要想方法 如何去简化程序 有些人还要铺地毡 哇我想起都头痛了 真是 在香港铺地毡 你都已经 更差一点 因为潮湿 你是很不明白的 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在香港 就算你下楼下 已经可以买东西 你吃 那些人都还会请遮遮的 原因因为 太累了 在英国 你是不会这么累的 那些事情自己做 好了 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 哎呀 经常在家里没有工作 经常对着老婆 事有争执 相见好同住男 是不是呀 哇这样搞法 他已经 都对了十几二十年了 据我所知 相见好同住男 即是怎么样 两夫妻一定要互相有工作 出街 不要见那么多 那你结婚来干什么 对少一点 这个是我看Stand up show有说的 就是他说 现在既然人的expected life 是这么长的时候 即是你去到九十几岁 以前你说六十岁 OK OK fine 那你当你二十凌岁结婚 你对都是对四十几年 喂现在九十岁 那你二十岁结婚 你是想对多久 对七十年 terrific 不过挺有趣的 就是结尾 结尾呢 写稿完就写着 我们可以由Coco哥 这个香港人 移民英国的实况里面 看到香港人的适应能力 和Coco哥的乐天性格 都可以算是一个正面的 移民英国的 那个后悔的心态 你就是说人家反访你 是不是 因为其实你看到她的女儿 玩得很开心 Anyway 第三位是Sherly 那说了很多的东西 不过 我又有看过的 他一开始都已经说 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因为工作文化方面 香港他很顶不住的 那后悔原因第一个 就说是治安的问题 那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说一去的时候 租住的地方呢 应该太平了 而且他没有记错啊 不是用BNO那个方案走过去的 当初 好像是working visa那些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啊 他又说到六七点钟 晚上哦 那可能会被人搭散 各样那些 甚至乎 不是吧 说会移动他啊 这里 然后又经常 就被人欺骗了这个金钱 例如有些只不过是管理员来的 就是获授权去收租的 那就当正自己是业主 跟着呢 就捉他这样说 我初来报道我都知道哦 现在那帮英国的业主 是阔老懒你的 那所以 是管理员更恶一些的哦 那所以 不构成一个 还有这个怎么会放在治安问题那里呢 啊 他写稿员有问题 好了 第二点 他说是天气 他用恶劣两个字来形容 就讲讲苏格兰那边 啊 经常漆黑一片啊 闪电啊 啊 下雨啊 心情不好啊 和香港的冬天是两个世界 我同意的 不过我好少出街 那所以呢 我感受不到 同时间我不是在苏格兰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选苏格兰的 贪去的酒便 还是 不过我这样说 有着有不着 那边的楼是大一点的 但是我不是要 哇 掃地都掃到人 什么啦 是不是啊 啊 还选苏格兰 素格兰 第三 啊 孤单 就无依靠地说 啊 那越来越多 香港人了 拍多些片 欢迎他们了 等他多些香港人 聚脚 在他旁边 那就不用这么孤单了 不过我想就无关事的 是个写稿员写到这样的 连Coco歌都可以写到这样的 任何人都可以写到这样的 那可能就因为他们当初啊 讲到那些天气啊 各样那些真的差得狠啊 那这样 那令到我的 expectation呢 是好事不是坏事 降到很低很低很低 跟着一来到的时候 咦 挺好啊 不过英国就真是冷一点的 比香港平均都冷八至十度 Average 凉凉凉凉凉 你就不是探冷气了 你是探暖气 那也构成了民族的其中一个性格啦 就是那些人其实都不是说很出街的 如果你不是在伦敦各样那些 动切切 是呢 就经常会 约那些朋友仔来家玩就真 那总归结呢 原来他有这么多大原因 第一个最不靠谱 他又摆在头啊 其他那些就 除两啊 好 今天讲到这里